全球财富排名前1%的权贵 在价值百亿的豪华邮轮上聚会 仅仅过去一天时间 清洁工就在房间内发现了一具尸体 有位富豪被谋杀了 窗户封锁 监控没有拍到可疑的人 典型的密室谋杀案 这是2024年最新美剧 海上密室谋杀案 它是金牌制作团队葫芦 为了致敬悬疑女王阿加莎 所拍出来的悬疑推力神作 值得一提的是 知名女人 超凡蜘蛛侠的导演 马克维布 以及《权力的游戏》第二季导演 大卫·比特拉克 都是该剧的导演 如此强大的背景 错过了实在是太可惜了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进剧情 两天前 克里尔家族 要在豪华游轮上举办派对 受邀来死的人都是顶级权贵 为此 大唐经理丽莎 特意召集了服务生们紧急培训 劳伦斯 克里尔家族的顶梁柱 这次和妻子凯瑟琳一起出海 其实是为了举行退休仪式 劳伦斯的儿子特离谱 沉迷赌博 不务正业 女儿安娜则娶了一个女人回家 在权贵圈中名声不太好 可她的工作能力很强 据说 劳伦斯有意将首席执行官的位置传给她 这么重要的家族出场 少不了要带上他们的私人律师 以及在政治上有头有脸的牧师 当然 牧师也没忘了顺便烧上她的网红儿子 克里尔未来的合伙人 陈家 由老太君陈希管理 传闻她将对克里尔公司进行大额投资 还带来了一位私人安保 鲁夫 她的来头可不想 曾是世界级知名侦探 各大电视台抢着要为她报道 可近些年来发生了某些事 导致她的名声一落千丈 克里尔家族对陈家的做法心有埋怨 陈家以安保的身份安插进一名侦探 这不偷偷地不信任吗 这种场合 自然也少不了华盛顿州州长的支持 而这个看上去十分粗鲁的爆发户 则是特离谱的财务顾问 基斯特 我们的女主伊莫金 是安娜的儿时好友 18年前 她的母亲被谋杀 是克里尔家族费让她长大 给了她相当优渥的生活 丽莎刚介绍完全贵 一位服务生姗姗来迟 她是丽莎唯一的妹妹 朱迪 有了这层关系 丽莎也只是简单责备几句 装装样子而已 刚上船 伊莫金就撞上了侦探 然而之间有很深的渊源 18年前 母亲被谋杀 就是侦探鲁夫妇的调查案件 年幼的伊莫金揉搓着围巾 焦躁不安地回答着侦探的问题 回想起那天 母亲坚持让她下了车 不过几分钟 汽车就发生了爆炸 母亲当场上升 给伊莫金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 侦探承诺 一定会还伊莫金一个真相 可她查了整整三个月 只查到了嫌疑的名字 维克多 还是个化名 在这之后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侦探突然停着调查 俩然再也没见过面 伊莫金打心里觉得 她就是个骗子 从回忆中抽零 一位名叫苏尼尔的男人 跟她打了个招呼 伊莫金当即反应过来 她就是白衣邮轮的主人 俩然寒暄了好一阵 伊莫金便急着找好友安娜 距离她兼任执行官的时间 已经不到一分钟了 众人忐忑地等待着 可当劳伦斯上台发言时 却只字不提退位的事 安娜的希望就此破灭了 伊莫金来不及安慰失忆的好友 她还有一件重要的事要做 白天时 服务生朱迪 不小心将酒撒在基斯特的名表上 对方不由分说 就是一顿言语羞辱 正应感爆棚的伊莫金 想给朱迪讨个公道 刚走进基斯特的包厢 却没想到 她看着粗鄙不堪 口才却是一流 说伊莫金虽然一直在 余悟的环境中生活 其实也只是富家小姐安娜的陪衬 登不上大牙之堂 她哑口无言 离开的时候 顺便拿走了基斯特的房卡 当天夜里 她偷偷潜进基斯特的卧房 瞄准了床头的那块名表 框框几下 表情瞬间四分五裂 伊莫金出了口恶气 轻轻退出房间 抬头却看到 走廊装了监控 她倒也不怕 心中人在暗爽 回到大厅看见侦探 正和富豪们侃侃而谈 走上去搭话 可对方竟然已经把她忘得一干二净 伊莫金气地将一整杯酒 都泼在侦探脸上 赶来的保镖将她抱走 就是这么狗血 两人就这样看对眼了 一夜机前过后 他们正享用着早餐 却收到了基斯特被谋杀的消息 一把鱼插枪 直至插入她的腹部 思想惨烈 伊莫金慌了 她回忆起昨晚保镖数位的密码 闪进监控室 想删除记录 但她进出房间前后七分钟的视频 居然是一片空白 实体前一步删掉了 更让伊莫金震惊的是 侦探早早等候在房间里 她的手里 正拿着那段被删除的监控 国际刑警会在24小时内登船调查 如果监控曝光 伊莫金必定会成为首要嫌犯 她不知该如何自证清白 侦探却主要要求 要帮助她 理由很简单 侦探已经想起了伊莫金是谁了 她从小就有侦探的天赋 不管是经营力还是观察力都十分敏锐 确实如此 伊莫金刚走进凶案现场 就闻到一股消毒水的味道 是保洁阿姨打扫房间时留下的 看来在发现基斯特的尸体前 她就打扫过房间了 谁知道有没有破坏现场 保洁阿姨叙叙叨叨着 当时的场景有多惨烈 味道有多刺鼻 却不肯承认到底看见了什么 伊莫金还想再问 却被经理打断 没办法 侦探只能引导伊莫金 重新回应案发当晚的细节 她记得走进房间后 将房卡顺手放在了一边 还瞄到椅子上放着一件绿色衬衣 除此之外 什么也想不起来 侦探耐心告诉她 人的记忆会受影响 大部分目击证人 都会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歪曲真相 在侦探的鼓励下 伊莫金回忆起 那件绿色衬衫 应该是放在小推车上 而推车 就是凶手进出房间的方式 她躲进小推车 等待员工将车推回工作间 以此来判断推车的行驶轨迹 总共停下四次 清洁工放下过空盘子 门都开着 随时可以进入套房 只要调出监控 看看谁在案发时 途经了套房 就可以真相大白 可伊莫金意识到 侦探早就看过监控了 让伊莫金重复这些过程 就是为了锻炼她的能力 侦探在自传里写过 细节很重要 仅拼一双眼不太可能成功 所以她总是带着助理一起工作 伊莫金想起 18年前 她见过侦探的助理 正是死去的男人 基斯特 然而和伊莫金一同出现在邮轮上 绝非巧合 六个月前 基斯特得到了重要消息 克里尔家族在招募外部投资人 还要公开公司内部账目 到那时就能查到 维克多和克里尔家族的关系 而维克多 就是杀害伊莫金母亲的神秘人物 这个人最喜欢搞杀鸡进后那一套 伊莫金母亲作为克里尔家族的秘书 并不是她真正的目标 她想要警告的人 其实是劳伦斯 劳伦斯一直把账布索得死死的 侦探没能找到证据 在看到伊莫金长大成人的照片后 她重演斗志 要和基斯特一起完成18年前 对伊莫金的承诺 维克多可能就是发现了他们的行动 所以先下手为强 杀害了基斯特 还拿走了她的知己本 然而决定先审问船上的人 伊莫金给安娜塞了半张指牌 默默观察着其他人微妙的表情 劳伦斯拒绝审问 归用了保镖手在门口 就连伊莫金都无权进入 家族律师也不配合调查 说了个极其不友好的手势 不过侦探敏约察觉到 她的手腕有一片伤痕 克里尔一家 以及陈家的人 对凶手的作案手法 表现得一无所知 他们跟死者平时也没什么交集 倒是安娜的妻子 雷拉 曾因基斯特偷拍 跟她产生了争执 早几年前 雷拉经历了一场车祸 从此她变得疑神异鬼 登船后又觉得死者 一直在跟踪自己 雷拉有谋杀的嫌疑 跟她坚称 案发前后和安娜在房间休息 根本就没有出过门 陈家和克里尔家 表面是投资关系 其实陈家早就打探到 克里尔家族快要破产了 两家之间还有绯闻 陈老太的外孙女 和克里尔家族的安娜 曾有过一段恋情 两人是前恋人的关系 克里尔家族牧师 在下午四点 像正在住这维他命的州长 引荐过基斯特 两人之间闹得很僵 其中好像和州长 私下收受贿赂有关 至于经理丽莎 她也不清楚 为何死者要将 补玉川的鱼叉带回房间 丽莎妹妹 朱迪 白天被死者羞辱过 她表现得很谦卑 认为自己没做好 服务生的工作 挨骂很正常 丽莎也急了为朱迪说话 自从母亲去世后 她扛起了照顾妹妹的责任 对她来说 朱迪既是妹妹 也是女儿 审问期间 一抹金坐在大堂发呆 邮轮主任苏尼尔 打断了她的思绪 苏尼尔很不满侦探将每个人 当作嫌疑人对待 可由伦莎发生了谋杀案 她也无计可施 谈话时 一抹金察觉到 她似乎隐瞒了一些线索 安娜是个聪明人 能轻松识别出一抹金的谎言 在侦探的安排下 一抹金没有隐瞒 两人合作查案的事 毕竟还得指望安娜 带她进劳伦斯的房间 劳伦斯是唯一一个 拒绝审问的人 只能由一抹金暗中调查 或许才能查到账簿的线索 揭开18年来的 两起谋杀案真相 一抹金和侦探复盘案件时 苏尼尔主动提供了线索 案发之前 死者试图进入她的办公室 被发现后 又装作走错房间离开了 吉斯特想进办公室的原因 是因为房间里藏着 一个秘密保险箱 而侦探在刚才的审讯里 发现了不少古怪 州长和特离谱 有着不为人知的地下关系 律师和经理丽莎 交换了一个密码箱 雷拉眼神闪躲 没有坦白 安娜多次替她撒谎 克里尔家和陈家的交易 涉及数十亿美金 他们都有杀害吉斯特的嫌疑 但每个人 暂时没有露出马脚 天亮后 国际刑警希尔德赶到现场 他仔细捋了捋案发过程 凶手并没有亲自带武器进入房间 说明一开始他并没有打算杀人 可能是在发生争吵后 才临时起义 但侦探却有相反意见 尸体上没有任何抵抗伤痕 就说明了争斗不会很激烈 然而一同来到犯罪现场 凶手很谨慎 虽有指纹都擦干净了 死者的日记本被偷走 上面也许藏着凶手的杀人动机 而被伊莫金砸坏的那块棉表 也被希尔德当成了重要证物 再加上监控丢失 伊莫金现在的处境很危险 他必须争分夺秒 快希尔德一步 找出能够自证清白的线索 国际刑警的到来 也让州长感到头大 事实上 他曾经接到过政治行动组通知 有位神秘捐赠者 要求他与吉斯特搞好关系 案发那天 就是州长 让推车送了香槟去吉斯特房间 现在才知道 凶手就是禁用推车行凶 可国际刑警不会信这种巧合 万一抓到把柄 他的政治生涯 肯定也会受到影响 希尔德两人来到监控室 质问谋杀当晚 为何保镖不在岗位上 他没有说出和伊莫金的春宵一夜 也没有适合的不在场证明 目前他成了首要嫌疑犯 说起这个保镖 也是有疑点的 他不止一次迫切要求苏尼尔 将邮轮赶紧靠岸 遣散人群 却怎么都说不出正当理由 伊莫金看着经理走进苏尼尔的房间 趁对方离开时 用脚抵住门 闪身进去 正在试保险箱的密码 却不知经理和苏尼尔 什么时候站在了身后 克里尔家族前后十年的账目文件 都所在办公室的保险箱里 伊莫金怀疑 基斯特已经接触到文件 才会被凶手盯上 只要苏尼尔跟他合作 尽快破案 解除嫌疑 邮轮进度恢复运作 苏尼尔没有拒绝的理由 文件里有50年来的财务审计报告 陈家说的没错 两年前 克里尔家族情况急剧恶化 有大量资本性支出 他们确实快破产了 伊莫金在里面发现了一张运货单 有种名为抓蓝的超量颜料 不仅会致癌 还会引发各种连锁反应的小病 于1989年被明令禁止使用 运货单没有明确日期 无法证明这笔交易是否违法 同样也无法证明 基斯特是不是因为看到了文件 才会被幕后主使杀害 另一边 雷拉自从早上和安娜分别后 一整天都咬无音讯 安娜急得在整艘船上寻找 为一间撞破母亲凯瑟琳和牧师的地下情 这段时间 安娜心里焦脆 获奖的消息不是空血来风 家族必须得到陈家的支持 才有可能东山再起 可由于这场突发的谋杀案 陈家临时决定 取消两家的合作 安娜始终拿不到执行官的位置 她说的话 在陈老太面前没有分量 父亲劳伦斯又不肯出面 再这样下去 公司肯定反不了身 安娜特意提醒劳伦斯 是她找上了陈家 来处理劳伦斯留下的烂摊子 也只有她 可以得到执行官的位置 一抹金在餐厅买醉时 亲眼见到雷拉拿着一把餐刀 联想到安娜说过 雷拉的精神状况越来越不稳定 还在卧室的枕头下也藏了刀 一抹金放心不下 跟了上去 又看见她偷拿着一捆绳索 和另外一把刀 离奇的是 只是转了一个拐角 雷拉就消失不见了 与此同时 希尔哲接到消息 保镖消失了整整十个小时 她在保镖房间里 找到一张合照 以及夹在书里的若干现金和护照 保镖的真实身份 其实是在逃通缉犯 有抢劫 袭击 电信诈骗的前客 看来她的谋杀嫌疑 也是扮回洗不清了 一抹金望着封闭的小巷 百思不得其解 墙上的小孔引起了她的注意 把下耳钉插进去 这里竟然有一道暗门 一抹金顺着楼梯走下去 就被保镖捂住了嘴 保镖是苏尼尔亲自雇佣的 她从未调查过对方的身世 两人的相识 几于六个月前 苏尼尔在街上被小混混抢劫 使保镖见义有为 赶走了他们 保镖有一副好身手 苏尼尔为了报恩 聘请她为自己工作 苏尼尔现在才后知后觉 那晚的混混 可能也是和保镖一伙的 但她为何要飞进星子灯上游轮 船上有在逃犯人 希尔德下达命令 任何人都必须原地待命 威胁解除后才能离开 不管是富豪还是州长 都无一人能反抗这冷面旁观 安娜心里隐隐生出一股不安 她记得 谋事案发生那晚 雷拉并不在房间里 可当安娜问解她到底去了哪 她直直呜呜 回答不上来 雷拉这边 又隐瞒了什么秘密呢 其实 警察一直追查的保镖 并不是穷凶极恶之人 她知道伊莫金去过命案现场 还删掉了监控 但保镖宁可让警方怀疑 都不愿意为了自保供出伊莫金 之前 她一直想让邮轮靠岸 是因为在地下室藏了一家偷渡者 他们都是乌克兰的难民 保镖从小流落街头 吃了太多苦 就想要接近所能帮助他人 伊莫金得到她的同意 却看望了一家三口 女孩的裤子上有铁销的痕迹 她曾顺着通风管爬到了邮轮上 也就是说 她极有可能目睹了关键线索 伊莫金先回到邮轮 在电梯里给侦探留下信号 差点撞上搜查房间的希尔德警探 她像一个要审问的人士律师 看房间里空无一人 那个体面的律师 竟是一副被捆绑的模样 被关在了衣柜里 她声称 这是和另一个人之间的秘密 没有妨碍司法 只是特殊癖好而已 就算希尔德将她关进求是 她也拒绝回答 侦探在电梯里看见伊莫金留下的讯号 两人成功会合 一同去了地下室 没料到苏尼尔和精灵一直在身后跟踪 偷渡的是 这样也没能瞒过他们 一旦被揭发 整条船上的人都会遭到牵连 他们现在都是一根绳上的蚂蚱 不得不配合 伊莫金引导女孩回忆 在这狭小的房间里 她连一刻钟都无法安心待下去 偶尔会顺着通风管爬到邮轮上 观看富人们的生活 案发当晚 她听到有人尖叫 一声巨响后 周围又变得很安静 接着 有什么东西掉落在地上 发出了叮当声 女孩很害怕 爬到一旁躲了起来 双手不慎留下擦伤 透过通风管道 她看见两只脚 她就带我金属钉的黑色高跟鞋走过 整个邮轮 只有一个人有这种鞋 之前的审问里 她见成一整晚都和妹妹朱迪在房间里 女孩的证词 推翻了她的不在场证明 实际上 经历有另一重身份 伺候每一位找刺激的游客 不过当晚她的顾客是律师 律师手上的杀痕是很好的证明 女孩搞错房间了 经理并没有和基斯特在一起 这件事没有任何人知情 包括她的妹妹 朱迪 律师解除了嫌疑 但现在还有个疑问 如果丽莎一直对身份保密 那她更没有理由让朱迪为自己撒谎 其实有一个可能 是朱迪在求丽莎替她撒谎 侦探故意放出丽莎是真凶的消息 将她关进囚室 刚将她关进囚室 朱迪就坐不住了 主动找上门承认了罪行 案发那晚 她躲在推车里 进入了基斯特的套房 亲眼看见衣墨金砸碎了她的手表 等衣墨金离开后 朱迪就行凶了 理由很简单 她曾被基斯特羞辱过 可事情真的会那么简单吗 此时警员传了消息 有人发现了偷渡者 衣墨金立马赶往地下室会合 警方人手众多 想要逃跑乃于登天 保镖自告奋勇 愿意以身作而引开警察 由衣墨金和苏尼尔 带一家三口离开 邮轮上 意外拼发 州长收到匿名邮件 有人偷拍了她和特利普的照片 侦探在船屋里 找到了躲起来的雷拉 听到真凶被抓 她没有丝毫放松 而是告诉侦探 朱迪顶着算是凶手的追随者而已 真正的凶手 叫维克多 案发当晚 基斯特和雷拉见过面 坦白自己在调查18年前 衣墨金母亲的谋杀案 雷拉吉利争辩 克里尔家族也是受害者之一 而真正的幕后主使 她不敢说 因为那个人无处不在 所以是的有可能听见 最后的结果确实如此 基斯特被杀害了 至于朱迪是不是听从了维克多的指使 她似乎不承认 侦探也拿她没有办法 只能询问其他可能知情的人 凯瑟琳听到维克多的名字 劝侦探及时收手 不然做再多也是无用功 丽莎试图依姐姐的身份 劝导朱迪说出真相 可维克多的影响太强大 朱迪始终收口如瓶 丽莎不禁怀疑 即便是世人指使 仅凭妹妹微博的力量 真的能在邮轮上掀起波澜吗 是否还有其他人混迹在里面 充当着维克多的眼线 雷拉担心维克多还会动手 让求安娜跟她一起下船 可安娜满心都是家族生意 没有将妻子的话放在心上 瞬间 雷拉的秩序被拉回从前 她手头有一个新闻 一位在国安局待了19年的老员工 在调查维克多后遭到陷害 据说她很神秘 但凡有人说过她的名字 都会被记录在名单里 维克多会对每个人展开疯狂报复 起初 雷拉还不相信 直到她参与调查后的几天 汽车突然失控 拉着她从山牙直冲而下 这就是车祸的全过程 也是雷拉一直胆战心惊的导火索 安娜以为她有精神错乱 特意请了心理医生在线咨询 雷拉自知无法改变安娜的决定 这些日子以来 她充分感受到对方的不信任 和刚在一起时 提提的人设完全相反 雷拉忍无可忍 提出了离婚 家族电话打断两人的交谈 机场会议至关重要 直接影响到克里尔家族的生死存亡 存家愿意投资30亿美元 但要求是 克里尔得让出51%的股份 这个条件等同于无理取闹 安娜本想结束无意义的会议 克劳伦斯却以执行官的身份 拒绝将话语权交给安娜 擅自做主 兼权了这笔交易 伊莫金和苏尼尔 成功将一家三口送往目的地 刚好苏尼尔在当地的好友 从事着调查工作 可以帮忙查查抓蓝的运输单 不过对方日程太紧 至少要两天才能和他们见面 时间 苏尼尔带着伊莫金在当地游玩 彼此的关系迅速拉近 苏尼尔坦言 他一直想拥有一艘邮轮 为了梦想 向周围的人借遍了钱 最后才发现 梦想无法支撑他的生活 他破产了 转眼到了和好友约定的日子 他只看一眼 并自信满满保证 能查到抓蓝的发货人 以及发货时间 前提是 他必须带走货运单元件 男人刚离开没一会儿 就有人规规随随随 在身后跟踪 他们悄装打扮一番 躲进人群蒙混过关 在跟踪者追上来的前一刻 成功躲到计程车里 到码头找了艘快艇往回杆 两人的爱意在这场旅行中萌芽 阴摩竟也向苏尼尔坦白 她的母亲死于18年前的一场谋杀 说不真 苏尼尔的存在 其实是场阴谋 雷拉的疑神疑鬼 反而派上了大用场 她在房间里排查出几个真控摄像头 作为邮轮的经理 丽莎很确定 从未用过这种型号的摄像头 请一回到监控室调取记录 看到墙上有副世界地图 邮轮每去一个地方 就会在地图上做标记 侦探在船行图上发现了端倪 雷拉说过 维格多无处不在 仅凭她一个人 怎么可能行动得如此灵活 可如果她是随着船移动 一切就能说得通了 果然 邮轮的地下二层 藏着一个隐秘的空间 看来这里 就是维格多的行动基地 丽莎证实了侦探的推测 2021年 雷拉调查到维格多正在阿根廷时 邮轮刚好也在附近航行 这艘船的主人 苏尼尔 肯定也和维格多有牵扯 侦探将调查来的线索 告诉了伊莫金 回到房间的苏尼尔接到电话 正是维格多打来的 这一幕被伊莫金抓了个正着 自从破产后 苏尼尔为了梦想 只能靠赚黑钱来维持游轮的运作 他成了维格多的共犯 可这么久以来 苏尼尔一直都通过中间人和维格多联系 从未见过对方的真面目 这个中间人 就是曾跟踪伊莫金两人的百亿男 苏尼尔知道地下二层隐秘空间的存在 却不关心他们的真正用途 接连五六年过去 维格多没让苏尼尔做过任何事 直到基斯特被刹那天起 维格多托中间人打来电话 让苏尼尔随时报告船上的动向 但帮助偷渡者 带伊莫金找好友 全都是他发自内心 为了伊莫金付出 自从州长收到匿名邮件 也开始慌了 一会儿怀疑 是凯瑟琳得见了他和特利普的奸情 故意从中作梗 一会儿又觉得是律师偷拍 反正想来想去 除了克里尔家族 没人敢这么搞他 于是 州长拿出尘封已久的文件 找到人留在邮轮上的希尔德 说手头有劳伦斯的把柄 足够让他牢底坐穿 希尔德翻开文件 里面却是一片空白 州长刚想辩解 突然喷出一口鲜血 紧一瞬间 他就没了呼吸 凶手下手快准狠 没有一点疏似马迹 毫无疑问 又是维克多的手臂 希尔德推测 州长带来的文件应该不会假 这是不知何时被人掉了包 可维克多这样做 难道是想保护克里尔家族吗 一抹尖拉开州长的衣袖 手臂上爬满针眼 从他上船时 一直都是由朱迪负责注射维生素 只有他有机会下手 事到如今 朱迪也不隐瞒了 他没有见过维克多 任何人都没有见过 几年前 朱迪的好友被一家橡胶厂所害 维克多出面为他讨和了公道 从那之后 朱迪一直在为维克多做事 杀害基斯特和州长 都是维克多的名领 其中的缘由 朱迪根本不清楚 而他提到的橡胶厂 必属于克里尔家族名下 种种事情 根本不可能是巧合 伊莫金和侦探刚回到办公室 苏尼尔好友打来电话 抓蓝的运输单送货时间调查清楚了 正是18年前 伊莫金母亲被杀害的那一年 伊莫金推测 维克多发现 克里尔家族的橡胶厂存在致癌物 几次三番勒索 克里尔家族支付不及时 维克多干脆杀了 作为助理的伊莫金母亲 一次警告克里尔一家 雷拉黑镜服务器 吊示了维克多安插在 每个房间的监控 其中就有安娜和陈家 外甥女重归余号的画面 就在这时 整个邮轮被切断电源 信号网络全都断开 备用发电机也无法启动 航行在大海里的船 现有一片绝望的黑暗 人群传来一阵骚动 律师站在甲板上 只给伊莫金留下一句 耐人寻味的话 他对伊莫金的母亲是真爱 随着律师的坠落 这句话背后的真相 也就没了答案 但可以肯定的是 律师和伊莫金母亲有过交集 18年前 他被杀害时 侦探就曾找律师问过话 或者找到真相 伊莫金带入侦探的视角 将18年前的场景重现 自从母亲被杀后 案件拖了整整六个月 一无所获 侦探接下这个案件 也不过是看中 雇主克里尔家 亿万富翁的身份 想了一笔不菲的用金 没了母亲 伊莫金的行为举止越发怪异 极少与人交流 除了侦探 他坚信对方可以查到 母亲基拉死亡的真相 侦探询问了克里尔家族律师 劳伦斯夫妇 以及伊莫金的外婆 所有人都对他高度评价 无疑差评 基拉引人将伊莫金拉扯大 执着于工作 从不远约会 律师对他是单相思罢了 基斯特找到了基拉的行动记录 上面记载着他被谋杀 前一个月的下午五点 带着伊莫金一起去过母家餐厅 基拉是餐厅的常客 每次都是万年不变的餐点 厨师对他的印象很深 案发前一个月 基拉将伊莫金留在原地 就从后门出去 个人发生了争执 但年幼的伊莫金 心里产生了保护机制 在那天发生的失望的一干二净 侦探试着引导他 恰好发现了他隐藏的侦查天赋 案件调查持续了三个多月 只查得了一个化名维克多的人 科利尔家族又以伊莫金太小 不能让他产生心里阴影为由 此退了侦探 15年过去 一起勒索案让侦探想起维克多的名字 他意识到事情并不简单 可科利尔家族不愿意提供线索 还让律师放话 再扫扰他们 就一纸苏账将侦探告上法庭 又过了三年 侦探和伊莫金重逢 他这才明白 侦探从未停止调查 而侦探能提供的信息 也就止不于此 要找到真相 只能挖掘出伊莫金内心深处的记忆 他回到案发前的一个下午 母亲接到一通电话匆匆离开 伊莫金跟上去 却被一扇门给困住了 他怎么都想不起 门后面到底有什么 伊莫金迫切想要知道真相 逐渐暴躁起来 在侦探的引导下 他又一次回到餐厅 年幼的自己想要逃避 在记忆的世界中东奔西跑 伊莫金追上去 以第三人的视角 捕捉回忆的画面 家族里的每一个人 都在有条不紊地做着手中的事 他穿过街道 走进餐厅 不知不觉来到了谋杀发生的那一天 看着母亲又一次在眼前丧生 伊莫金的心灵再度受到伤害 他意识到 奔跑的自己 其实就是在躲避回忆 那么在餐厅的那一天 他极有可能见到了某个人 却因为想要逃避 就在记忆中将他抹除了 伊莫金重新振作起来 那段丢失的回忆 也如幻灯片般浮现 原来 门后和母亲争吵的人 正是州长 母亲举报了 克里尔家族正在使用致癌物 还有个证人准备站出来为他作证 谋杀发生前 母亲为了保护伊莫金 让他尘封这段记忆 也就导致多年以来 伊莫金一直不肯回想 但现在 记忆全都回来了 那位证人左脸上有颗痣 正是陈家的老胎君 伊莫金定了定神 走到陈老胎面前 告诉他 已经想起了一些 时间回到一个小时前 陈老胎看着面前一对夫妻 拿出陈封的老照片 唯无所思 万孙女走来 强烈建议让安娜接管 克里尔集团首席执行官的职位 却被陈老胎否决 游轮断电 现场陷入了一片黑暗 维克多已经接管整艘船 接下来将会有更大的动作 伊莫金和侦探意识到 其实维克多早就已经登船 并且藏身在出厂过的人物当中 律师说完最后几句话后跳海 最伤心的人 应该是丽莎 前几天伺候律师时 她还故作轻松说服务生拿来的红酒 居然没有人目塞 跟律师相处的过程中 丽莎感觉到 她一直在痛苦中活着 这一点 女警希尔德也体会过 就像律师需要偶尔的刺激 来振奋心情一样 希尔德其实也有这种嗜好 两人之间的关系 早就进一步发展了 特里普仍在为州长的死耿耿于怀 州长跟他提过 虽然想他有一记威胁的事 可能是劳伦斯操持的 莫非劳伦斯 就是策划遗迹的幕后黑手 戴雷达否认了特里普的想法 维克多专门追杀贪污又腐败的人 凭劳伦斯的能力和头脑 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保镖探开了手掌 是一把钥匙 这是一墨金上次来求是时 偷偷交给他的 刚准备离开 服务生又闯了进来和他扭打一团 保镖将服务生关进求是的一瞬间就想明白 他和朱迪都是维克多的手下 邮轮停电之后 希尔德一直在控制现场 让所有人都安全带着他的眼皮下 但很快他发现 丽莎不见了 丽莎都在后厨 反复想着律师的死 服务生断来客人饮用后的红酒 将软木塞藏在了罐子中 等他走后 丽莎打开罐子 数不尽的软木塞 每一个上面都有小口径穿孔 律师的死因根本不是跳海 而是被吓了毒 这座船上 应该还有维克多的人 甚至是他本人都在场 苏尼尔倒是知道怎么启动备用发电机 可已经来不及了 维克多能够黑进船 突然也能够黑进通讯设备 每个人的行动 都会在他的眼皮子底下 律师为克里尔家族工作几十年 可劳伦斯看上去似乎并不被杀 就连希尔德想要询问都被拒绝 毕竟以劳伦斯的财力 想要搞垮一个警探戳出有余 又怎么会把他放在眼里 陈家和克里尔家族 又聚在一起讨论集团的事 凯瑟琳吉利推荐安娜 他能力强 又是克里尔的顶梁柱 绝对能接替劳伦斯的位置 陈老太却觉得可笑 他早就调查到 安娜根本就不是劳伦斯的亲女儿 就是这么勾血 他的生父是刚刚死去的律师 十几年前 律师一直爱着基拉 但基拉不肯接受 在律师失忆的时间里 凯瑟琳安慰了他 两人有过短暂的恋情 之后就有了安娜 凯瑟琳从未觉得自己犯了错 还给安娜惯性 给她好的生活 给了她一整个克里尔家族 这样的身份 可是别人几破脑袋都求不到的 与此同时 一抹进展的陈老太 向他打听了一段往事 五十年前 陈老太是工厂的员工之一 他陷后了另一位男员工 然而追逐爱河 担下一个女儿 可十年后 克里尔家族接受工厂 引用了一批名为抓蓝的新颜料 丈夫不幸中毒去世 劳伦斯为了掩盖事情真相 给了陈老太一笔丰厚的封口费 他用这笔钱开了公司 二十年后 基拉找到陈老太 要他合作 揭露克里尔一家的真面目 再之后 基拉残遂于汽车爆炸 想来就是劳伦斯不择手段 牵手策划的一场谋杀 伊莫金控制不住内心的愤痕 找到独自在船边吹风的劳伦斯对峙 他的神情变得恍惚 还将伊莫金认成了死去的基拉 原来劳伦斯已经化上了老年痴呆 失寝是疯 没有公布安娜接任 以及答应陈老太的合作条件 都是他在糊涂的时候做下的决定 很可能自己都没意识到 像毫无防备的人打听真相 不是唯一个好方法 伊莫金模仿着基拉的神态 接近劳伦斯 才知道18年前 他一直都暗恋着基拉 但基拉执着于揭开抓栏的秘密 劳伦斯为了保住家族 好不得已打了一通电话 基拉的死 和他确实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丽莎将软木塞的事告诉了希尔德 他们在打捞起来的尸体上 受到了必麻毒素 州长身上也有相同毒素 服务生没有退路 坦白说是接到了顾客的要求 再将红酒送到指定房间 而那位顾客 就是安娜的母亲 凯瑟琳 与此同时 雷娜也说出了自己的推断 凯瑟琳应该就是维克多 侦探安威伊莫金 她所做的一切 其实只是想让母亲回到身边 但谁都知道 那是不可能的 与此同时 一声尖叫声传来 终于立刻赶去现场 凯瑟琳竟然死在了泳池中 游轮上方 一架直升机盘旋着 但希尔德从未申请过救援 这群人刚进来 直接打晕了希尔德 还带来了维克多的新指令 所有人都要进行一个新游记 苏尼尔和保镖在船坞调查时 发现了电视炸弹 听见船上的动静 苏尼尔让保镖藏好 自己则被维克多的爪牙抓走 对维克多来说 世界会如此丑陋 都是这些拳棍们造成的 有的人已经得到报应了 比如州长 凯瑟琳等人 爪牙放走了侦探 以及其他的无辜人 剩下的权贵们想要活着 只能通过维克多提供的直升机逃生 直升机有九个位置 加高者得 留给他们的时间只有一个小时 时间一到 准艘船都会被炸毁 陈加给克里尔家族投资的 三十亿刚好到账 克里尔家还剩下五个人 三十亿应该足够买下位置 但安娜没有添特离谱的建议 反而诡异地笑了 救生艇和私人飞机都被没收 直升机有重兵把守 除了参与威克多的游戏 似乎别无选择 可苏尼尔一行人绑在一块 都挫不出多少钱 没有了侦探的帮助 一抹镜也不知如何是好 陈加一共有八人上船 以陈老太的财力 满下所有位置不在话下 但他不想参与有钱人 才能生存的游戏 还让外孙女相信他 一切都会有解决方法 时间还剩下40分钟 陶生尾的价格超到了10亿 外孙女西密 擅自找到爪牙们 就确要当他们的虚假竞标人 向外界宣布陶生尾提高到15亿 这样就会有人以更高的价格竞标 作为回报 他只需要一个属于自己的陶生尾 一抹镜贾一来到办公室打探消息 多年来 威克多从来都是靠勒索挣钱 现在提升到大规模谋杀 肯定是有理由的 如果像他说的那样 是要惩罚富人 那么刚开头死去的基斯特 并不是富人 他为什么非死不可 难不成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东西 莫非是威克多本尊 说吧 他转身离开 却被眼睛的爪牙发现 他偷走了一块名表 但就只是障眼法罢了 一抹镜真正要偷的 是基斯特的日记 日记里全是秘语 需要逐一破解 留给他们的时间不多了 特里普的好友 计划联手偷走直升机逃跑 奈何风险太高 特里普不想参与 他计划用30亿 买下自己和妹妹的逃生位 可意外的是 当爪牙查看 克里尔家族的资产证明时 这狐狸只剩下不到90万美元 几分钟前 牧师找到劳伦斯 骗他签下了财产转让合同 换了痴呆的劳伦斯 察觉不到这几个骗局 30亿财产 全被牧师拿走买了逃生位 特里普斯都不会想到 一直为家里做事的牧师 会反手坑他一把 生死攸关 这就是真实 隐藏的再生的人性 总会露出真面目 特里普只好同意好友的计划 和他找遍了自由房间 始终没找到妹妹的踪影 伊莫金一行人 也对她的行动漠不关心 特里普虽然在钱上面不靠谱 可对妹妹是真心实意的疼爱 如果安娜走不了 她也不打算离开了 时间剩下15分钟 伊莫金破解了基斯特的日记 有句话引起了她的注意 登船当天中午 她看见了一个 没在传言名单上的人 这个人是谁 基斯特没说 也许她看到的就是维克多 所以才会被灭口 还夺走了日记 伊莫金回想当天的记忆 却怎么都记不起 在基斯特附近的到底还有谁 但有一个人 应该全程记录了内容 网红的手机还在牧师手里 而维克多的卢山真面目 也马上要揭晓 时间已到 爪牙宣布结果 有一个人 本可以买下所有座位 却没有因此认为 自己比其他人更有生存的理由 而他 陈老太 就是游戏的圣者 几个人绕到直升机附近 这里没有任何人把守 他们顺利偷走直升机 还来不及欢呼 飞机爆炸 瞬间解体 与此同时 伊莫金在办公室的一山暗门后 找到了真正的维克多 国际刑警 希尔德 在有人报案给国际刑警组之前 希尔德就登船了 基斯特看见的人就是他 基斯特过目不忘 所以他非死不可 船是希尔德的 半数船组人员也都是他的 让州长恐惧 在杀害他 让劳伦斯体会到亲人离世 杀害他的妻子 利用找自己的名义 威胁律师 让他喝下带 必麻毒素的酒 一切都是希尔德策划的 所有的事情 都和18年前的谋杀案有关 不对 与其说是谋杀案 还不如说是自导自己 因为希尔德的真实身份 正是伊莫金的母亲 吉拉 这时 油轮爆炸了 特利普找到了安娜 他在提示间守着凯瑟琳的尸体 费了好大功夫 才说服他一起离开 伊莫金跟随希尔德的步伐 登上逃难的救生艇 关于多年前的真相 此刻是时候揭开了 同样还是用伊莫金的视角 那一年 吉拉一直在收集抓人的证据 老伦斯想找人解决他 都被他巧妙化解 可对方肯定不会罢休 吉拉只能找到好友 让他帮忙偷渡 还安排了一个假身份 想用假身份生活 就得抛弃国王拥有的一切 包括女儿 为了不被科里尔家族识破 他忍痛拔下了牙齿 留下DNA证据 最后和女儿说了几句话 趁他转身离开 吉拉钻进前来经营的货车 引爆了汽车 这就是当年全部的经过了 在这之后 他化名维格多 刹除世上所有利用钱 才作乱的毒瘤 伊莫金总算明白 为什么一直以来 都没人能查到 维格多的身份 吉拉有一家大型工厂 用来劫持 安装在世界各地的服务器 所以他可以无处不在 而邮轮上的人 并没有死亡 吉拉安排了 另一艘邮轮接引 炸弹不是为了谋杀 这是恐吓罢了 即便如此 伊莫金也无法 认可母亲的做法 他虽然制止了很多权贵 可以伤害了其他无辜人 事情已经过去 就像侦探说的那样 伊莫金只想要 母亲回到身边 重新开始 吉拉表面上答应了 整整六个月 母女二人好好享受了 一番亲情时光 但背地里 她仍没有放弃 继续密谋 对权贵的勒索行动 自从凯瑟琳离世 安娜整个人都变了 雷拉看在眼里 虽然心疼 离婚的想法 倒也从来没削减过 劳伦斯的痴呆越来越严重 每次喝蓝色奶昔时 都坚持要用专用的吸管 朱迪离开后 不再联系丽莎 作为姐姐 她也不知该如何维持姐妹俩的关系 伊莫金叫来侦探 开门见山 希尔德成就了那么多人 为何抓蓝的始作俑者 劳伦斯还存活在世 答案只有一个 希尔德对她的成就 不仅仅是勒索 或者死去那么简单 大约在两年半之前 希尔德想办法把劳伦斯的这场奶昔 换成了蓝色的 其中的主要原料 就是抓蓝 这就是劳伦斯幻想迟来的原因 在邮轮爆炸前 丽莎一行人转移了船上的服务器 他们监视着希尔德的行动 才知道她从未停止 希尔德握紧桌下的枪 以为自己仍胜权在握 可警人说话时 调查局已经冲进了她的仓库 丽莎和苏尼尔等人 已经准备好出庭作证 桌子下的枪 早就被保镖提前调换了 周围全都是边一警察 一切都结束了 苏尼尔是污点证人 同样也是共犯 即将面临牢狱之灾 伊莫金和保镖整天腻在一起 感情越来越深 雷拉担心安娜一人无法支撑 始终没有提交离婚文件 可谁也没想到 安娜私下又和希尔德的爪牙见面了 事实上 那天安娜找到凯瑟琳 质问他们为何要使用抓蓝 以及谋杀基拉来掩盖真相 凯瑟琳不知悔改 她觉得是克里尔家族 给了伊莫金锦衣玉食的生活 所以伊莫金应该感恩 而不是执着于和克里尔一家作对 争执中 安娜顺手拿起武器砸向凯瑟琳 亲手让她死在了泳池中 希尔德找到安娜 让她按照接下来的戏份进行 现在 希尔德被抓 该由安娜和组织对接了 与此同时 伊莫金一行人 在滑雪地目击到一具碎尸 看来事情远远没有结束 海上密室谋杀案 或许还有续集 在这里猜测一下 可能维克多并不是某个人 而是一个组织 希拉被捕后 还会有其他人会继续推动组织的行动 而安娜 也将成为成员之一 聚集的时间线被打乱不少 进展比较缓慢 又是美剧一贯的周庚风格 使很多观众都没有耐心 微迫奇剧 要不是看到后面 真是体会不到反转后的生化 金雄被揭响的时候 没有人能猜到竟然会是她吧 很多人将这部剧成为 暴风雪山庄模式 确实如此 现在这么老派的选音剧已经不多了 值得加分 刚开始几集大多是在描述人物 理清故事线和人物关系有点费劲 稍稍乏味 但延续下去越看越精彩 可以说是突然气飞了